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马蒂斯为主 表现派以蒙克为主的 特别是他的拉喊 触目惊心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幅画作 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在现代艺术里面 还有哪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画派 好 今天会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 很重要的叫做抽象派绘画 其实一提到现代艺术 大家能想到的就是抽象派 首先想到的抽象派 但是过去呢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毕加索是画抽象派的 可是其实不是 毕加索说我从来没有画过抽象绘画 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 可是毕加索的画面上 它的立体派有那么多的简化 包括几何形体 可是毕加索说 我只是改变了一个观察方法 他用改变观察方法的方式 去表现了他所看到的 观察到的那个世界 他说不是我在抽象和简化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真正属于抽象派绘画的是什么 好 从分类来说 我们说把它分为两种 一种叫热抽象 一种叫冷抽象 那么热抽象呢 就是以俄国的康定斯基 这个画家 那么康定斯基呢 他非常强调一个 在作品当中的一种 或者是类似于音乐性的表达 或者说是一种诗意的表达 所以我们看这幅作品叫做抒情诗 康定斯基的 那么这是他在读了一首抒情诗作以后 他把它读了这个诗作的感觉 或者说那种意境 然后呢把它用色块 很抽象的色块线条 把它表现了出来 好 所以他的作品 但是因为他表达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感觉 这首诗我们都没有读到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一首诗 所以这样呢 我们在带着这样的疑惑 然后来看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就会觉得 这个艺术家在表现什么 好 那么相对于热抽象之后的冷抽象 冷抽象呢 我们看一下是贺兰的蒙德里安 那么蒙德里安呢 也叫做风格派 是因为他曾经和几个朋友呢 创造了一个叫风格杂志 好 那么相比于 康宁斯基的热抽象 我们把它叫冷抽象 为什么冷呢 是因为你看蒙德里安的画作里面 甚至出现了是绝对的水平线和垂直线 当然蒙德里安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画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 他也画包括苹果呀 苹果树啊 树木啊 金屋啊等等 但是呢蒙德里安有个特点 他画一个东西 他可以画十年 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我画十遍是一回事 可是我画十年 我十年都画同样的东西 那么他在十年里面 他会看这个东西可以怎样简单 可以怎样抽象 最后他抽象出来了 线条里面最基本的垂直线和水平线 包括色彩里面我们看红黄蓝 也是最基本的三原色 所以他看上去我们是在 他好像在抽象一些形象 抽象一些视觉的物体 可实际上他的抽象是一种哲学意义的 我们在生命当中 我们如果说极简 极为简化 把所有不纯粹的东西都拿掉 剩下的那个纯粹和单纯的时候 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大家看画一个东西画十年里面 这个画家在探索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研究现代艺术 和现代艺术家们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哎呀现代艺术我们实在是看不懂 因为我觉得比方说这一幅画 这幅画叫做构成第七号 音乐狂想曲 它和音乐有关 康定斯基这一幅画 刚才前面那幅画和诗歌有关 结果这是他在听了某个音乐 某一段或者是交响乐 或者是狂想曲等等 之后蒙德里安把那些音符 所构成的表达的 或者就是声音所表达的一些意象 然后把它给图形化 把它图形化了 所以这样此时此刻 我们也不知道他听了哪一段乐曲 我们只知道他听过乐曲以后 他脑袋里面的反应 反映到这个画作上 所以说呢 在于现代派的抽象派绘画的 这样的一些作品呢 可能我们更多的可以带入 我们自己在看这个画作的时候 你所感受到的 能够联想到的一些东西 当然还有人呢 在看到这样的画作的时候说 这什么东西啊 这些东西我也能画呀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 糊烂的涂抹 谁不会呀 对 确实你也可以做 对呀 人人都是艺术家呀 大家看 每个人都是可以这样做的 而且呢 这样一些艺术的风格的出现 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 比方说包括我们前面讲 毕加索的时候也是 那么他在用立体派的方式 在描绘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接受 可是什么时候 曾几何时 或在什么时间 有人规定了 艺术就该怎么表现吗 有没有人规定在颜料上 用颜料在画纸上画画的话 就必须要怎么画 有没有这个规定 或者说你为什么就 我们会给自己打一个大的问号 你为什么就接受了 过去的那种 在画布上只能够表现出一个 真实的写实的物体的 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为什么我们在画面上 不能够纯粹的用色彩 用线条来表现一个 我们看不到 虽然看不到的 这样一个视觉的世界 可是在我们的精神层面 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世界呢 我们是看到这个世界 还是我们在感知这个世界呢 所以这些画家们 他们画的是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而不仅仅是这个眼睛 这个器官所看到的现象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这些抽象派绘画 包括一些这样的一些 现代的艺术家们 他们所做的工作 应该比之前的 所有的艺术家们 都来得更深刻 他们会有更多的思考 好 我们看这里有 我们先看蒙德里安 所说的这段话吧 他说我一步一步的排除着曲线 直到我的作品最后 只由直线和横线构成 形成诸如十字形 各自相互分离的隔开 直线与横线是两相对立的 力量的表现 这类对立物的平衡到处存在着 控制着 我们这里看到他出现了 他在寻找线条和色彩的平衡感 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寻求平衡呢 其实我们生活中 我们会更追寻一种 一种平衡的状态 好 比方说我们看 上面这段话 他说冷抽象所描绘的美与和谐 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 这种造型表现 要通过平衡的力学来达到 新的造型艺术表明 人类的生活 虽然经常屈服于时间和不协调之下 但仍然建立在平衡之上 只有通过形状和色彩的动视平衡 才能达到纯粹的真实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强调的平衡和真实 也是这些艺术家 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追求当中 所追求的 这样一个纯粹和单纯 所以我们会看到 红黄蓝的构成 蒙德里安也画了很多 我们看来说 任何一个物品 或者说对一个主题来说 它是可以画十年之久的 所以我们这里会看到 红黄蓝构成有不同的组合形态 刚才我们看到 是一个正方形构图的 然后这一幅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菱形构图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蒙德里安的其他作品 好 我们看 这是他的作品 他在不断地尝试着垂直线水平线的 不同的比例的分割 好 这也是他的作品 好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 大家看这一幅 这是我自己拍的照片 然后这是我的一件毛衣 然后我的这件衣服 为什么买它 就是因为这上面有蒙德里安元素 好 然后我还配上了这条围巾 这条围巾也同样是蒙德里安的 红黄蓝构成的元素 然后设计到了这条围巾上面 好 然后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些鞋子的设计 这是鞋子设计 上面都非常有意思地融入了 蒙德里安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好 那么在上一堂课呢 我们在讲到了野兽派的时候 我们看到马提斯的色彩 包括马提斯创造那种 像叶片花朵形状的 这样极具装饰美感的 这样一些图案 他甚至用到了教堂的装饰上 然后还有在时尚界的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大老门大设计师 然后都借用了这样一个野兽派的 这样的一些马提斯的作品的色彩 好 蒙德里安的作品呢 同样也是很受这些时尚界的欢迎 在设计界广泛运用 好 我们看到同样有 好 时装模特明显的穿的这个衣服 是绝对受蒙德里安的色彩的影响 好 然后还有这个楼梯上色彩的设计 大家看一下 好 还有家具设计 家具设计 建筑上的一些用色 这也是一个家具的一个设计 实际上后来有人认为呢 蒙德里安的这样一个简单纯粹的 包括色彩 包括垂直线水平线的设计 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是建筑界 那么后来现代建筑的这个发展 完全就用到了蒙德里安的垂直线和水平线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前期讲的 哥特教堂 哥特教堂里头哪有那么多垂直水平线 几乎没有 对吧 高耸的 尖耸的 然后极其反腐的装饰 然后玫瑰窗那种非常曲线的圆润的这样的一些装饰 没有垂直线和水平线 所以说到现在建筑里呢 它完全丢弃了那些反腐的装饰的这样一个设计 采用的是极简 极简主义 好 然后这里我们也看到 服装 还有 然后这个花瓶其实我特别喜欢 好 然后这个花瓶呢 而且它可以任意组合 它可以任意组合 就是你自己可以把它任意的摆放 因为它是 它是由这几个色块来构成的 好 所以说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 不光是蒙德里安在创作 然后你在摆放它的时候 你也可以创作它 你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设计当中来 好 还有鞋子的设计 好 还有鞋子的设计 好 鞋子的设计 然后甚至 我们看到有一些图标的设计里面 然后它在某些时候 它也模仿了 然后这红黄蓝构成 等等 好 所以说呢 蒙德里安的作品 包括这样一些抽象派绘画的作品 他们更多的是 后来对设计界 时尚界 这样的一些影响 然后包括在建筑理念上 但是呢 实际上这些艺术家 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 他们更多的是在追求 他自己一个精神的 或者说 在生命状态当中的 一种平衡和纯粹 然后他只是把它表现在 画布当中 或者说这个画 其实就是一种象征 你可以这样说 好 所以前面呢 我们说没有人说规定 这个画只能这样画 只能那样画 那么如果说画面 除了描绘这些具体的 写实的 在一个二维平面上 画一个很必争的 三维立体的空间以外 那么抽象派绘画呢 给我们看到 好 我用另外的方式画 我画垂直水平线 或我画我老代理所想到的 那个感觉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意境 或者是意义的表达 但是呢 我们下面看一个 抽象表现主义 然后看到抽象表现主义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 哇 还能这样表现 至少前面的抽象派会画 冷抽象和热抽象 他们自己还在画 可是呢 到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啊 它完全超越了 完全超越了 一个具象的 或者说是 我们有意而为之的 这样的一个绘画的意识状态 那么它怎么画呢 我们看一下 最著名的是波洛克这个画家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波洛克正在做画的情景 可是看到这张照片 你可能感触不深 这里呢 我找了一个很短的视频 大概就是一分多钟 好 我现在把这个视频呢 放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我们再来 你就会了解到 波洛克是怎么样在做画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是要精掉下巴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视频 我家里面是在沉甸 在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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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成了 在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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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年代 三十九年代 在沉甸 在沉甸 沉甸 在沉甸 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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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段段段段段段 chase 我ah生长的呗甸 在沉甸 但来没换成 谈许 留意 和 不 ., ?, 凡 不 。 大家看了这个视频 什么样的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你也可以画 刚才我们说抽象派会画的 热抽象和冷抽象 垂直水平线 谁不会做 拿个尺子一两一画 都可以 三元色也会填 我们再看到波洛克 他直接就是拿着毛笔 或者很大的画笔 甚至直接就是脱把 然后脱了那个颜料以后 就直接往地上甩 你会发现绝对你也可以做 对不对 好 那么他实际上 波洛克创造了一个叫做 偶发形态的创造 也就是这幅画 他从来不可能重复 而且在画之前 他也不知道他会画成什么样 那么这和我们过去所说的 画家有某个绘画的意图 包括刚才的抽象派绘画 他还是有那个意图的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东西都被抛弃了 所以我写了这句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越具象的东西 反而越是狭隘 用眼睛和联想 我们来创造造型 其实这句话呢 出自于台湾的美学大师 蒋勋 好 我们看看 越具象的东西 反而越狭隘 就我看到那个画面 是个苹果 它就只能是苹果 如果它是橘子 它就只能是橘子 它是一棵树 就只能是一棵树 如果说我不带着任何的目的的创作 那么可能每一次创作 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 而且都是一种偶然的创造 而且在这个偶然当中 你会存在着无限的可能 无限的遐想和无限的创造 那么就不是过去的 在绘画当中 所存在的那个绝对状态 好 所以我们看这幅作品 然后这幅作品呢 叫做绘画五号 为什么叫绘画五号 因为这幅画画了以后呢 又画了很多幅 而这样的作品 你如何去给它起名字呢 你如何去给它标题 你没有办法 然后最后呢 就干脆叫做绘画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来区分一下就行了 所以这样呢 就使得很多人 在面对现代艺术 就更迷茫了 因为过去我们习惯于 在一个画面里面 去辨识那个形状 画的人 画的风景 画的小猫 小狗 画的什么 可是当我们辨不出形状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的迷茫 因为我们习惯于在画面上 去读懂一个具体的形态 可是有谁规定 画画就一定要画 那个具体的 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世界呢 那么有谁规定 绘画就只能够画 那个写实的那个东西呢 绘画技法 是怎么样被规定下来的 有这个规定吗 好 而且呢 这幅画的出现 大家看了没有 它也打破了一个 我们说过去有一些画家的画 很有名 像伦波朗 我们说伦波朗的话 有很多人去扶制它 因为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所以有句话说 伦波朗一生画了600幅画 可是其中有2000幅都在美国 也就是有很多的仿制品 对吧 好 你看一下 这个作品可以被仿制吗 绝对不可以 它每一次就每一个作品 包括作者都不可能去防止它 每一次的创作 就是一个崭新的创作 所以这样呢 它也打破了一个绘画 要去 或者说呢 要去复制 要去制造假货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绝对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好 那么在这个抽象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它不是代表 任何具象的东西 那我们在它面前就会有 无限的想象 好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们看这句话 我们说画作的标题也不再重要 我们是看画还是看标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作品呢 很多人在面对现代艺术的时候 他们觉得看不懂 他们就去看标题 好 首先一走到画篮 画廊 然后一看到这个作品 哎呀 这画了什么东西 赶紧看看标题 然后一看这个标题 怎么对不上啊 或者说如果标题里面 写了什么什么男孩 什么什么苹果 然后他就努力的到画作里面 去找男孩 找苹果 所以后来呢 就艺术家们也发现了这个现象 包括很多的艺品家 也发现这个现象 就是人们在看画的时候 没有看画 而是在看标题 所以这样呢 后来我们就说 画作的标题也不重要 画作标题不重要 所以画家呢 就干脆把它叫做绘画几号几号 甚至还有的叫无题 那么你还看不看画 你是看标题还是看画呢 所以过去的我们太想去看懂 而且当我们看不懂一幅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迷茫 会很迷惑 所以我们在陷入了一个 绘画一定要看懂的这个状态里面 好 我们看这幅 这幅虽然不像绘画五号一样 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陈兴 为什么 因为它画好以后突然发现 那次有点像那个早晨树叶 然后那个或者说太阳光线刚刚强烈起来 然后透过树枝树叶 然后照射的那个状态 只是觉得突然发现它有点像 所以这样就给它起名叫陈兴 可是做这个画之前 其实不知道它会像什么 从来都不知道 而且呢这个画里面 它不光是低和洒上去的那种颜料 然后呢它甚至还有用吹的方法 把颜料大量的泼洒上去 然后用吹 用吹气等等这样的方法 结果呢后来呢 我在中国古代绘画里面 看到的也很有意思 在中国传统绘画里面 本来就有一个吹云法 就有一个叫吹云技法 这是一个技法 过去人在有时候画一些什么山啊 竹子啊树叶等等的时候 他反而就要用那种吹的方法 让它出现一种质感 因为它画不出来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 早就用这个方法在作画了 很有意思 好我们再来看波洛克的一些作品 我们看这一幅 这一幅呢是我在这个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那天正在闲逛的时候 然后突然看到波洛克这一幅作品 然后看的时候呢 也正好有一个观者就坐在这里 然后就他一个人 然后我就从他背面偷拍了一张 偷拍了一张 其实这个场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而且特别是这个人在这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呢 教这个课呢 教了很长时间 然后特别是一讲了现代艺术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很难懂 而且我自己其实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不知道这里面 画家们到底在表现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太注重 那个意思的表达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小时候 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语文 经常就是给你一段话 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段话表达了什么意思 我们太习惯于要去读懂那一段话 我们太习惯于要去读懂一个东西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允许自己有一点不懂 而且在那个不懂和懂之间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会去思考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就会去琢磨 画家什么原因要这样画 他这样画是为什么 那我们就去再去 会对这个画作 或者对这个画派 对这个画家 我们会有一个更多的好奇去了解他 好 好 下面再看这一幅 这一幅也很有意思 然后这一幅呢 干脆叫做绘画第18号了 已经排到18号了 我们下面看到是绘画5号 绘画5号 好 我们这里看到了 你会觉得简直就是随意的涂抹 对不对 随意的涂抹 所以说呢 其实抽象表现派的波洛克 其实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 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呀 你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也行啊 你也可以啊 所以说我们说艺术不在高高在上 艺术是纯粹的好玩 每个人都能够当艺术家 所以如果说那个艺术是 你看到以后 哇 好赞叹 哇 好高超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 那么你跟艺术还可以更靠近吗 是不可能 可是如果艺术也可以这么好玩 然后你也可以参与其中去玩 那么你跟艺术的距离 是不是会近很多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再看一个 我们在艺术里是要让我们更自由 还是更不自由 所以现代艺术 它一定是让我们更自由的 但是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艺术里面 可能我们会觉得 哎呀 我没有绘画天赋 哎呀 我没有这个 或者是兴趣或者是热情 因为那个技法太难了 你觉得我这辈子都画不好 那那个东西可能是有天赋在里面的 有些人就是很擅长 所以在面对那些作品的时候 可能我们实际上在艺术里面 我们会感受到 对自身可能更多的束缚和限制 或者你感受到 你自己有太多的不可能 可是现代艺术 真的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这其实是现代艺术 可能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感动的地方 好 我们说让艺术观变的自由 实际上当我们不懂这些画作的时候呢 是我们对艺术的观念限制了我们 不是艺术限制了我们 是因为我们对艺术的看法和观念 那种限制性信念限制了我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体验 自由自在的创作 然后在艺术里能让自己更开放 然后更敞开 然后这才是现代艺术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 好 那么今天呢 关于波罗克的介绍 抽象表现派以及抽象派绘画呢 我们在这一堂课呢 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下一堂课呢 是我们在现代艺术 也是我们所有课程的最后一堂课 那么我们依然会给大家介绍 关于现代艺术 但是呢 那些现代艺术 可能会让你觉得更不可思议 更纯粹的好玩和自由 好 今天我们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